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么一个期望,家庭能够继续传承下去,不至于到了自己这一代就断代了。 特别是观念传统的人,总觉得如果在自己这代人身上出现了无法传宗接代的情况,那就愧对祖先,愧对亲人父母了。 只能说,不管我们怎么想,有着什么观念,终究有些人是无法传宗接代的,现实和生活的残酷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了一个研究,历经整个清朝267年的繁衍竞争,只有13%,61%的人能够有自己的嫡系后代。 100个人当中,只有13或者14个人能够传宗接代,繁衍生息,传承了家族的血脉,那另外的86或者87个人呢,难道说他们就只能落得断根的结果吗? 大自然,终究是残酷的,优胜劣汰,物净天择,适者生存,终究是谁都无法改变的规律,若小,只能被淘汰,强者才能一直流传下去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如果出现了这些事,那它就真的传不下去了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夏末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。 家底不够,没有小窝,现代人要想传宗接代,那就需要找个对象结婚,而找个对象其实是有条件的,有车有房,能给配偶安全感。 买车,压力还不算大,可偏偏是买房,就难倒了无数人了,特别是对于没钱的普通家庭来说,他们能够维持一日三餐就不错了。 又怎么有能力买房呢?在这些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,他们会心生不甘,为什么别人家的父母都为儿女准备了房子,而自己的家庭依旧在一日三餐当中挣扎呢? 其实不是这些孩子的错,只是他们来到了比较贫穷的家庭而已,对于他们来说,此生的任务不过是送走父母养活自己罢了。 看到过很多贫穷家庭的孩子,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,拿着几千上万元的工资在大城市当中漂泊半生,最后把青春浪费在了人来人往的大都市。 没办法,家底不够,没有小窝,连婚姻的门槛都够不着。 儿女能力一般,父母也帮不了儿女。 近几年来,有一个词频频刷屏,内卷。 到底什么是内卷呢? 说得直白一点,就是无数人去争夺一丁点的资源。 从而造成恶性化竞争的情况,慢慢的,内卷就成为死循环了。 这些内卷的孩子,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? 要么是寒门子弟,要么是出身在普通家庭的小镇做题家,这些孩子,他们只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扣开未来的大门。 可偏偏横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婚姻的问题,一场婚姻下来,没有几十上百万,那是搞不定的,可又有多少个家庭能拿出几十上百万呢? 如果儿女的能力还不错,在名牌大学毕业,年薪几十上百万,那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, 只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从名牌大学毕业,年薪几十上百万。 在这个世界,终究是平凡人居多,普通人居多,既然如此,那淘汰就不可避免了。 家风不正,从后代开始变得衰败。 一部《红楼梦》写进了家族由盛转衰的来龙去脉,倒进了人生的无常。 有些人可以看出,普通人是因为没有富有的家资而被排除出了婚姻的市场。 而那些家资雄厚的人家,是因为家风不正,对后代属于正确的引导和管教导致了子孙一味的游手好闲。 不思进取,败坏了家门风范,甚至欠了很多外债,最终让整个家庭承受这种恶果。 一个有良好修养,家风正的家庭,可以把福泽延绵至子孙,过上一个安稳和乐的生活。 一个家风歪,人心涣散的家庭,往往会因为一个人的错误选择,一时的鬼迷心窍,或是见利妄议,而给家庭蒙上阴影。 造成老人遭受打击离世,家里的大人跟着操心费神,小辈又无悔改之心的局面。 这样的家庭,自然会断了香火,无利为绩。 有些家庭,父母做事,洗走捷径,甚至为了金钱,丢掉自己的底线,更有甚者得不配位,深陷淋雨。 一个家,但凡孩子和父母一样,做事情不正直,甚至想着投机取巧,想着赚不到德的钱, 那么这个时候,往往不会被人青睐。 一个人,一旦人品有了污点,那么对于他个人的发展,甚至感情的发展,都是巨大的阻碍。 没钱可以,没钱好好奋斗,人生也有出路,但是如若无德,做什么都会捉襟见肘。 我们谈感情,但凡遇见无德的人,都会谨慎相处,不会因为自己偏爱,没了理智。 人这一生,一个家庭没有好家风,真的会影响孩子,尤其是有些歪风邪气,但凡孩子学会了,便会伤他一生。 所以,德性放在第一,人品看得重要,保持好家风,才是家庭传承最看重的事。 家庭的教育方式错误,后代没有感受到爱,也不愿生孩子。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原生家庭,不是每个家庭里都有爱,爱的方式不同,子女的观念和选择也不同。 有的家庭充满平等的意识,家长拥有自由开明的态度,有的家庭窒息沉闷,让人待一会都觉得难受。 这样后代就感到压力无处倾诉。 更不明白什么是爱。 白鹿园中,陆子林这个狡猾奸诈的爹,培养出了有出息有责任感的儿子赵鹏和赵海。 而白家勋这个深名大义,宽厚严厉的爹,却养出了白孝文这个自私懦弱阴险的孩子。 原因就在于,白孝文的成长经历充满了父亲对自己的训斥和厌气,束缚和严苛,没有感受到爱,自然不能寄予爱,想到自己的一生已经被缺爱淹没了, 又何谈待一个新生命到世上来呢? 可见,家庭的错误教育方式会造成断根现象。 一个家庭 维系和守护起来不容易,出现上面任何一种情况都会有无后的情况发生。 当然,怎样选择,在于自己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 于校长辈,无婚无后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所以,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,只有有了后代,才是孝道的表现。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往往一些事情是很难和意愿挂钩的。 比如说,如果儿女盲目地去听从父母的话,或者家里的老人比较强势,处处有控制欲,造成妈宝男。 这样自然也是无婚无后了。 我讲述一个故事,我同事就是妈宝男,他小时候因为父亲走得早,只有他和妈妈相依为命,于是这就造成了同事成了妈宝男。 同事去年谈了一个女朋友,女朋友各方面比较优秀,又比较的善良,他们的感情进展得也很快,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 有一天,同事带女朋友见妈妈,而女朋友各方面表现得也挺好,不过在之后,同事却和女朋友分了手。 我们问同事原因,同事却说,我妈妈嫌这位女孩有一对虎牙,不好看,所以就让我和她断了联系。 这也算理由,我们几个人都笑了。 从此以后,再也没有见同事有过一次恋爱,或许同事妈宝男的现象很严重,如果没有同事妈妈的从中作梗,同事也许早结婚了。 不过来说,一些逆来顺受的怯弱性格,这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可能会持续发展,也会导致她们在婚姻观念上出现心理上的扭曲。 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,嫁就断代了。 上文说过,没钱的家庭很难传宗接代,无德的家庭也容易断代,这些家庭虽然传不下去了,但他们的儿孙依旧有传宗接代的意愿。 最让人惋惜的不是这些家庭,而是有房有车,可儿女没有传宗接代意愿的家庭。 在一线城市,有一些中产之家,资产上千万,而女学历还可以找到了薪资不错的工作。 一般来说,这些中产之家最适合生养孩子。 谁知道,越是中产,他们生育的意愿就越低,在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看来,只要自己过得自由,随心而活,那就可以了。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有那么多的负担呢? 他们的观念,其实没有错,只是跟传统的家庭观念起了冲突罢了。 只能说,一个家庭断代,既跟钱财有关,也跟德行有关,更与观念有关,这三点,缺乏任意一点,家庭都传不下去。 老人,糊涂愚钝,自私自利。 俗话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 但如果家中的老人为老不尊,那就是老而为贼。 所谓的贼,即是败坏家庭幸福的小偷。 在现实生活中,经常会遇见这样的老人。 依仗自己年事已高,就在家中胡作非为,从来都不懂体谅儿女的不义,只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。 就像都挺好理的苏大强,无论是家长理短的小事,还是买房看病的大事。 都要拉扯上女儿和儿子一家,还时常因为无理的要求而将子女们拖累。 梁秋实说,人老就罢了,何苦成精。 这种成了精的老人,看着让人生气,又让子女们无可奈何。 若把一个家比作一棵大树,老人,长辈,先辈,就是大树的根。 大树的根烂了,那么这个家也无法走得长久。 很多家庭的分崩离析,都是从老人不作为开始的。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夏末国学。 天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